你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这次的任务很重要 你却把时间耽误在这些家庭琐事上 要是因为你的事情导致任务失败 你就等着卷铺给回家吧 你可以带着队伍先走 上车之前我一定赶过去 男人冷笑一声 还以为你是什么团长呢 你现在就是一名普通的士兵 士兵就得服从命令 我现在命令你赶紧走 立刻 马上 陆北辰站在那没渡 我得打完这个电话 我不会耽误开车时间 开车之前我一定赶上去 陆北辰 那男人一声抱贺 指着陆北辰 行 你今天的任务取消 你就在这儿待着吧 我觉得你已经没了一个军人 最基本的素养了 你还是去搞机舰比较合适 陆北辰皱着眉 这时机舰部一位领导走进来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这外头都能听到你们的吼声 那男人立刻说道 领导 陆北辰耽误我们的时间 我说取消他今天的任务 领导皱了皱眉 看向陆北辰 怎么回事 陆北辰刚要说话 电话里传来楚京生的声音 哥 你联系上嫂子了吗 我跑了一圈也没找着车 人家汽车晚上都不跑市里 金生 你嫂子没事 现在在市里住下了 他没赶上车 你跟翠萍 风华在家里照顾好两个孩子 明天一早 你坐车去市里找你嫂子 他如果遇到什么事了 他又看了进来的领导一眼 领导对他点点头 他才说道 打电话给我 好的哥 我知道了 嫂子没事就好 陆北辰挂断电话 领导笑着对那个班长说道 家里有老婆孩子 不放心是人之常行吗 咱当兵也不能不尽人情吧 谁也有家人 你说对吧 王班长 那班长听领导如此说 就知道了该怎么做 赶紧归队 要是耽误了任务 回来我一定会如实向领导汇报 陆北辰喊了一声声 又对领导点点头 快步跑了出去 第二天一大早 家里发现卖早餐的大爷摊子上 有他的家里豆腐乳 便问了 大爷 您这豆腐乳怎么卖啊 八分钱一块 你要吃吗 这个特别的好吃 家里在心里盘算了一下 国营商店跟他店里卖的价格是一样的 都是一块五 不过他给国营商店铺货价都是一块三 整罐买的话 合下来一块六分钱 大爷卖八分 一罐也能赚得四五毛钱 还不错 大爷 那您这个是从国营商店买回来的吗 可不是吗 这国营商店贵啊 但没办法 这吃早点的人啊 就愿意吃这个 还有那有钱的吃牛肉酱 那个拌面更好吃 家里听着大爷说自己的酱 心里特别舒服 那牛肉酱您这有吗 大爷摇头 没有 我这不卖那个 不过那面摊上卖 里面放的是真牛肉 好吃着呢 家里跟大爷正闲聊着呢 这是一个女人走过来阴阳怪气的所谓 那牛肉酱是好吃 可是贵啊 拌面吃比那碗面都贵了 那番茄酱拌面不也很好吃吗 辣椒酱拌面也不错 那牛肉酱说是里面有牛肉 你能吃得出来吗 说不定是用什么老鼠肉冲牛肉卖呢 家里看向女人 大姐 这番茄酱哪的好啊 番茄酱拌面真的好吃 这女人立刻对家里笑了起来 当然好吃了 咱市里的齐红番茄厂 做出来的番茄酱 好吃得很 那都是从村里收回来的番茄做的 味道酸酸甜甜的 开胃又下饭 原来这人跟齐红番茄厂有关系 这齐红番茄厂我也听过 不过我还没买过他家的番茄酱 听大姐这么说 我一定要买来尝尝 这女人顿时对家里亲热了起来 大妹子你要买多少 我帮你说说 还能便宜点呢 家里做出一副惊喜的样子 真的 还能便宜啊 太谢谢大姐了 您是在里面认识人吗 那女人立刻得意起来 认识啊 我说了还管用呢 你要多少 我让李玉柱给你便宜些 家里疑惑 李玉柱 就是厂长啊 现在你知道我的身份了吧 家里赶紧拉住她的食物 大姐 您是厂子夫人 这大姐听到家里叫她夫人 更开心了 大妹子 走 我这就带你去买 大姐 我忽然想起来 我家里夏天存下来的西红柿还不少呢 等吃完我再买番茄酱吧 你那西红柿能跟番茄酱比吗 那番茄多好吃 家里摇头 我没吃过 还真不知道好不好吃 女人不满道 那你到底是买不买 我暂时不买 大姐你住哪啊 我买的时候在找你 你看行吗 你别生气 行 那你要买的时候就来找我 我就住在这附近 前面那个巷子拐进去第三家 就是我家 家里跟这女人道了别 就看到楚经生跑了过来 嫂子 你昨晚没啥事吧 楚经生见家里一直看着那女人 有些不解 嫂子 这怎么了 有人对你图谋不轨 没人欺负我 你怎么来得这么早 楚经生垮着脸 嫂子 你昨晚没回家 翠萍跟凤花都没睡好啊 就担心你一个人在市里有啥事 这不一大早我就被翠萍给赶过来了吗 让我早点来接你 经生 我们今天先不着急回去 你昨天买到调料了吗 楚经生脸色更难看了 嫂子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呢 那些卖调料的没涨价 但是嫂子 他们让咱要买的话 岂不必须要五十斤 这不是故意刁难我们吗 我没敢买 就回去想问问你 可是你昨晚没回来 专门针对他的计划 嫂子 现在怎么办 那些卖调料的简直太过分了 嘉令朝那个女人走的方向看了一眼 随后对楚经生道 我们今天去见见那些辣椒商户 我看看他们愿意帮李玉柱的决心 楚经生皱眉 嫂子 那些人还找他们干什么 他们现在就是跟那些打压我们的厂子 穿一条裤子 经生 他们的做法我也生气 但生意场上 意气用事没用 能解决问题才行 而且他们做生意 最看重的也是利益 不见得跟番茄厂的关系多好 好吧 那嫂子你要先见谁 我带你去 先见昨天第一个给你涨价的那个 这些商户干的就是从农村把辣椒收回来 自己都有保存的仓库 他们有自己的渠道 而嘉令自己去买的话 这个季节他几乎是买不到 所以没办法 还得找这些人 嘉令跟楚经生来到辣椒商户的院里 里面有很多人 楚经生满脸惊讶 嫂子 我昨天找过的那些商户居然都在这里 这是一个人热情的过来跟楚经生打招呼 小楚 你今天又来事理办事 我是陪我嫂子来找你们的 看来这位就是嘉令 真是没想到啊 嘉令居然如此年轻 一个青年人走过来 对着嘉令伸手 嘉令你好 我叫苗大红 认识一下 嘉令跟他的手轻轻碰了一下 你好 我早该跟诸位见一见的 实在是前段时间太忙 没顾得上 今天日子也不错 我请大家吃顿饭吧 之前说话的商户直接拒绝 嘉令 吃饭就算了 我知道你来找我们 是为什么 但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一直能做这个营生 就是因为市里的这两家厂子 人家厂子的规模可比你大多了 凭了你的供货没什么大问题 可要是这两家厂子 不要我们的辣椒了 那我们估计赔的得去跳河 有人立刻复合 是啊 我们也都脱家带口的 没了这个收入 日子可怎么办 所以嘉令 你真的不该来找我们 你应该去找找李玉杜 嘉令看向这些商户 沉着脸问 所以大家这是做好决定 没有转环的余地吗 嘉令 这个决定 我们根本不需要犹豫 你那连个作坊都不是 可能过几个月就没了 但我们的生意还要做呢 你也不能怪我们 我们是做生意 肯定为了挣钱 嘉令看着他 何老板 你确定 我就一直比他差吗 你现在把我的路堵死了 如果有一天 我比李玉杜强了 你说你会怎么样 何超眼中闪过一摸讥讽 嘉令你还真有信心 但我相信不会有那一天的 楚京生气愤 你这个老家伙 有眼不珠吧 我嫂子这么有能力 你以为那个李玉杜 能一直压着我们吗 嘉令看着何超 去年秋收的时候 我还在村里种地 是个农村妇女 可是今年开春 我已经走到了市里 跟你们这些之前 就一直干着生意的 老板们谈合作 你觉得不会有那一天吗 商户们脸色一变 纷纷说道 嘉令你可别胡说 我们也是才开始 做这个生意 嘉令冷笑 大家都心知肚明 在我面前否认 又有什么用呢 我本来也不是来说 诸位过去的事 我只是想要 跟你们继续合作而已 其他商户都看向了何超 那何超脸色特别难看 嘉令 我们当然也愿意跟你合作 一斤辣椒五分钱 我们也得有些利润不适 嘉令看着他 明白了这些人 是站在李狱柱那边了 再说什么都是没用的 那其他人呢 也准备跟着何老板 一条道走到黑了 何超阴沉着脸 这条路才是最正确的路 嘉令看向那些商户 他们没人出声 嘉令不再废话 转身就走 楚京生看着那些人 你们等着后悔吧 你们这些瞎眼的东西 他快步追着嘉令出了院子 嫂子 你也别太气了 其实咱也不是完全没办法吗 实在不行 咱从京都把辣椒拉过来 京都卖辣椒的人多的是 就是冬天都有新鲜的辣椒 嘉令有些无语 拿什么运 当然是 汽车了 我认识很多跑货的人 运点辣椒算什么 那人家平时运的是什么 那个 楚京生不好说了 他认识那些人 其实赚的是灰色地带的钱 车上运的自然是 价格很贵的烟酒等东西 辣椒多少钱 汽油多少钱 嫂子 那怎么办 我妈给我写信 还说你做的牛肉酱 跟豆腐乳特别好吃呢 还有好几个大院的人 都尝过了 都说想码 嘉令摇摇头 他现在还没有去 京都开店的资本 别说京都了 他在卢省的生意 都快保住了 见嘉令不说话了 楚京生想着 要不要把这件事 告诉陆北辰 嫂子 我们还不回去吗 不回去 等个人 见那些商户 都陆陆续续 从和抄家的院子里出来 嘉令拉着楚京生就走 我们去这巷子另一头 快 来到巷子另一头 嘉令拦住 刚才说话的年轻商户 苗老板 嘉令 你别白费功夫了 我呢也是小本买卖 跟那些人一起做了决定 就不能阳风一围 不然我在这行里 还怎么混 苗老板 我一大早赶过来 还没吃饭呢 一起去吃点 苗大红点点头 好 我请你吃 我其实也希望 我们这边的合作不行 以后还能有其他合作 我也是很希望 能跟苗老板合作呢 不过如果我这次难关过不去 我可就没什么以后了 苗大红摇头道 嘉令 你这话就严重了 你是女人 这生意做不了了 还能嫁人吗 你长得这么漂亮 想嫁个铁饭丸 有城市户口的都不能